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欢迎来到王牌 佳人变真假 这个环节呢 重点考验的是逻辑推理 和分辨的一些能力 好 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一些物料 问题 现场的一些细节来判断 谁的佳人不是真的 来 我们首先有请出第一位 欢迎他 第一位 还有面具啊 都看不见长什么样子 沈腾的儿子 儿子 我是腾哥的表弟 也是开心猫花的一名演员 请用一句话来证明 你和沈腾的关系 比翼双帅 那就不是 假的 是假的 这是第一位 我有点像 这是第一位 现在先把第二位请出来 贾琳的表妹 这应该是真的 我觉得很像 一进来那个表情 笑容 还有那个梨窝 那个感觉 这真的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看表弟的褶子了 你看他们俩 他手牵手 这个感情骗不了人的 同样用一句话来证明 你和贾琳的关系 他最喜欢的就是 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 我记得贾琳有个姐姐 对吧 不知道 什么 不知道 已经有两位了 接下来请第三位 那么多人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根本就不用猜 这个根本就不用猜 这绝对是真的 这干什么 你们 假不假 怎么提你们俩来 这样 我们撑也要撑住 用一句话来证明 你们和娜娜的关系 我跟她睡过一张床 我跟她一起洗过澡 我觉得他们俩是来拆台的 他们俩说这个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还有第四位 我们有请她 来 大家好 我叫史强 来自重庆 是王源的表哥 为什么 有如此的掌声 我不认识她 用一句话来证明 你和王源的关系 我知道她的一个小的 屁好 就是不吃醋 什么 不爱吃醋 我小时候断奶的时候 她就弄很多醋 然后我从此以后 就对醋有阴影 从此以后就不吃了 但你重庆火锅的料里面 一定要放醋 我从来不放 永远 接下来首先进入 第一轮的这个验证 体版答题 我会帮我们的跑论队 问一个问题 两位同时作答 看给出的这个答案 是否一致 好不好 第一题 我要问的是沈腾和表弟 请问 沈腾最害怕的是什么 不许看对方体版 请写下答案 沈腾最害怕的是什么 动脉硬化 都写好了 三二一亮体版 表弟写的是虫子 老鼠 先问一下表弟为什么是虫子 腾哥 曾经录节目的时候 看见了一只虫子 蹦起了三米多高 三米多高 我估计是跳楼 你知道吧 跳下去三米多高 但我发现一个小细节 提供给你们参考 表弟叫表哥叫腾哥 反正我表弟从来都是叫我胖子 我表弟从来就叫我帅哥 我也是 那肯定是一个假表弟 接下来贾玲和姐姐 是不是 真的 共同要面对的问题 题版题 贾玲谈过多少男朋友 请写答案 请亮题版 姐姐的答案是两个八 贾玲的 真不N个 你这太美化你自己了 我觉得 那我问你贾玲最爱吃什么 她喜欢吃鸡 排骨炖藕 酸菜棒骨 溜肥肠 山药片 行了 已经是真的了 行了 你就说贾玲吃一切 就简单概括就是所有食物 这我觉得他们那边很真实了 了解完毕贾玲 接下来娜娜请听题版题 这边我们就不用再问了吧 这边不用问了 真的 对 请问两位 姐姐和妹妹 娜娜送给你们的最珍贵的礼物 你认为是什么 请写答案 圣诞礼物 卡片 什么十八岁生日的卡片 都不一样 看贾姐妹吧 娜娜写的是手链和娃娃 那个我有带来 也太丢脸了吧 圣诞礼物是因为就是 我去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因为妈妈跟爸爸 可能觉得我长大了 所以妈妈就没有准备礼物给我 所以姐姐就还是准备了娃娃送给我 好贴心 但是这卡片跟手链就对不上了 手链是她认为最珍贵 可是我认为最珍贵的是卡片 什么卡片 我有带来 有带来 就是因为那时候娜娜还没有开始工作 没有办法买礼物给我 所以就送了一张空头支票 然后还贴了很多美金在上面给我 这个太真实了 当年是空头支票没关系 现在让娜娜帮你填上 不是 不算是 还有小燕这边一个问题 请问王源最害怕什么 请一些答案 最害怕什么 吃醋 请亮剃板 高啊 怕高 怕我 为什么怕你 因为你们知道小孩子 就男孩子小的时候吧 经常会打闹 对 他打不过我 对 你曾经把小燕放在地上磨他 也没有这么狠了 对 经过这轮的问答之后 我们跑南段的各位成员 可以选择其中的两组摘掉面具 我觉得右边这两组不用摘了 都你知道了 对 请左边两组摘掉面具 让我们看一下 来确定一下表弟跟表哥像不像 帅哥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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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假的 怎么可能腾哥的表弟这么帅 等一下 我一直怕被发现 等一下 你看表弟 表弟笑完又折子 你看 表弟有折子 你看 才多大 其实正凯 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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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表弟 我问一下表弟 开心麻花办了多少年了 我哪知道 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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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个表弟有点 有点草率了 接下来要进行最后的判断了 哪一位成员的亲属 不是真的 给我一个最终答 不是 我们是想让他们干脆 现在就把面具摘下来 因为那两组我觉得你们 基本已经排除了 我觉得我们不会猜了 你们就把面具摘下来 我把我姐这个先拆了 因为她有点 还像 太像了 长得还真的很像 贾琳姐姐那个梨窝 一模一样的位置 挺像的 王源是哪儿人呢 四川吧 重庆吧 重庆 表哥你来一句重庆话听听 我们一起街坊被打网 好了 听不懂了就对了 对了 是对了 好了 那我觉得 投票吧 腾哥我选 我投 沈腾 我俩真的无赖 好 腾哥吧 这是王源 他们那个是假的 埃拉觉得是王源 我觉得那可能是他的保镖 你看他那个体魄 所以最终的答案是沈腾 是假的 那这样 我们先把后两组验证一下 因为每个人都有块胸牌 后面两组三二一同时接调 看一下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好不好 来 真的不是我姐姐 三 真的不是我妹妹 一 请揭开 姐姐 妹妹 姐姐 所以表哥表弟同时揭晓 来 三 二 一 Ella正确了 但是整队错误了 为什么不相信女生的直觉呢 我就跟你们说了吧 他们仨就是认为 简单地认为我表弟太帅了 不可能是我表弟 小元来介绍一下身边的队位 是我朋友 然后也是我身边工作人员 你看我就觉得是工作人员嘛 你要不问那个四川话 我肯定投这边 那她确实会 她这个 芭蕾 好 其他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真实的亲属 因为好像娜娜那个三姐妹 是大家最没有意义的 因为很多场合都见过 她们三姐妹之间 还有一张照片 在网上也是 很多人会去看 会去点的一个照片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 小时候 哭的是我 然后右边那是我姐 学我哭 好可爱 这是 上面的是我 下面的是我妹 我满月的时候 哪个是你啊 娜娜 都是我 都是你啊 因为之前是好像 姐姐十八岁的时候 你是给她送礼物的 对 我特别想听听 姐姐和弟弟会给娜娜 准备一份什么样的 十八岁的成人礼 我们有准备一张卡片送给她 有一张卡片 这么大 这是我剪的 要特强调一下 上面都写了什么 我先念我的 然后姐姐等下 亲爱的姐姐 娜娜娜 很开心有你这样的姐姐 谢谢你 永远都会体谅我的坏脾气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像你一样 拥有这么好的成绩 一有时间就要记得好好休息 我们一起加油做最好的自己 我爱你 妹妹底底下 换我了 亲爱的妹妹娜娜 你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妹妹 是姐姐的骄傲 虽然你是我的妹妹 可是我总觉得你更像我的姐姐 你在乎身旁的大家更超过了自己 遇到再多的事情也都自己消化 装得很好 很坚强 但是我们是最亲近的人 如果你累了 烦了 难过了 你也可以依靠我们 你还记得你给妈妈说过的一句话 你不用永远做我的妈妈 你可以做你自己 我把这句话也给你 你可以做你自己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我最可爱的小娜比 哦 不要哭 真的是人都要化掉了的一种感觉 看看人量 看看人量 再给你一个拥抱 就是长大之后就会发现 就是有一个姐姐 会有一个妹妹在你旁边陪着你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你可能不愿意跟外人说什么 很辛苦的事情 或者工作 很烦恼啊什么 但是很多事情 你会跟姐姐妹妹说 因为其实对爸妈 其实是报喜不报忧嘛 那对姐妹的话就是 什么话都能说 对 什么话都能说 挺开心的 你刚才说到有一个姐姐会者妹妹 真的会很好的时候 我看到贾琳和姐姐两个人 彼此对望了一下 对 我也看到了 姐姐脸上微微那么一笑 没错 就那一瞬间 啊 我跟你讲 刚才他们有一个细节 真正的那个 雪浓于水的那种感觉啊 就俩人一来的那个手 对 马上 那个一瞬间 我就知道是真的 就是那种感觉是根本就是 说你说表演 或者什么隐藏不住的 我怕你们发现我们俩长得像 我姐原来是主持人的 是新闻主播 蒋玲 原来聊到过 姐姐也考上大学 然后把机会让给了你 是有这么一段故事是吧 对 我家那时候条件不是特别好 当时确实对于我们家来说 只能负担一个孩子 但是那时候好像是我 我考上中系的那一年 我姐考上现在的传媒大学 我妹老会提这一茬 其实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真的不算什么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的地方 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对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真的 那姐姐有没有特别心疼妹妹 什么地方 有 我妹特小的时候 就刚出道的时候 特牛的跟我说一句 姐 我跟你说 我做喜剧是有使命的 我当时觉得特别可笑 你一个演小品子 你说相声的 你需要有什么使命 你不就是搞笑的吗 后来我才发现 使命感就意味着一种责任感 有责任感就意味着 它要去承受别人 承受不了的东西 要去付出别人 付出不了的东西 无论她 无论她 再多人嘲笑她 挖苦她 她都会 都会一往无前 但是你也知道 姐姐心疼 家里人都心疼 傻子 挺好 事实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事实是我24岁毕业以后 我姐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份 收入非常不错的工作 逼着我回老家 我那时候我跟她说 姐 你让我碰一年 一年我就红好不好 结果碰了三四年 我姐说你也没红啊 我觉得那是姐姐 你对妹妹的一种疼爱 她怕你在外面辛苦 然后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她会觉得你的日子比较好过 是 接下来我们来问问腾哥的弟弟 腾哥在你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哥哥 好好说啊 其实就像一个严妇 对 平时我的生活啊 我哥也都会照顾我 我记得我在我哥家住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我一直在想 我如果要是没有我哥的话 我可能在北京我连半年都建成不下去 对 而且我喜欢这个行业 也是因为看到我哥 我才会选择这条路的 对 因为我哥最开始在我心里是一个偶像 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严厉的父亲一样 长胸如富 对 我其实跟我哥学最多的就是做人 一定要对身边的人一定要好 对 我们哥俩在一起就是从来不善于表达 对 都不会就是说想你啊哥 都说不出来 但是心里面彼此都有 北方汉子嘛 对 其实我说的最多的我就说 你一定注意你的张嘴 我说这个 因为他长得还真的是很偶像的 他一张嘴就都没画 我说跟你那个形象太不符 应该把台词好好练练 其实这也是我说的最多的 很多细节你会帮他去考虑 这边这个 看似好友 胜似表哥的也说两句吧 在你眼里小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艺人 他很有爱心 我们经常会路过就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摆摊的话 他不管老人家卖什么东西 他都会不管自己需不需要 他都会去买 买一点 对对对 让他们早一点回家对吧 对 我来讲 我来讲 就是认识他的时候我特别气愤 因为最开始第一天去公司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要去看演唱会 我要去看演唱会 好家伙 把我演唱会票搞丢了 第一天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记恨在心 但是其实后来越来越起工作 其实越来越合 就慢慢工作下来 其实已经不把他当作是一个工作人员 因为比如说我回重庆 我就会找他出来玩 这就其实不是已经超过一个工作人员的范围了 其实就是很好的朋友 就每天都很开心的 对 就是这样 就蛮好的 很难得的缘分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表达一下 我们跑男团也这么多年了 对对对 每天大家这个七早贪黑的 诚哥也很不容易 是的 就是路跑男这么多年 这个受过很多伤 胳膊脱臼过 眉骨磨过 眉骨缝过二十多针 手指头这个断过 反正各种各种伤痛伤病 也简直就跟一个运动员一模一样 因为跑男我想 就不说他有多苦多累了 每一期出现都会觉得 开什么玩笑 这些东西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的 就像是刚才想在联合国去演讲 用英文 我跟李晨和邓超 我们三个人英文真的比较夸 是很夸的 但我们真的只有两个半小时 让我们把这三四页的纯英文 给背下来 真的是联合国人面前 但还有一些观众五百人面前 去 去说 当时我们心里看郑凯 我觉得真棒 我们就太崇拜了 但我跟邓超就 倒是已经崩溃了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我们就是最后还是完成的 还有前几天的龙舟一样 因为我坐在李晨的旁边 我压力很大 李晨每次都跟我说 陈赫你要把腰弯下去 这个吃水要伸要怎么样 我心里想 你吃得伸 我吃不伸哪 两千米啊 龙舟啊 我快晕倒了 就 就 就完全不可能 但是当你看到 跑男团的每一个人 郑凯 邓超 祖兰 宝贝什么的 给我们加油 因为觉得很充满了力量 如果说你这时候掉链子了 那整个团队就垮了 还是把咬牙坚持下来 跑男最棒的就是那个精神 对 看到彼此在拼搏的时候 没有人敢松懈 经历的太多了 对 我们一起追过火车 跟火车赛跑 一起大家五十几个人 跳大绳 横渡过长江 用两百个矿泉水瓶去坐船 好 大家其实每一期看到的跑男 可能只有我们素材的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对 我们每天晚上半夜两三点 回到酒店的时候 贴着全身的膏药 背上全部都是这样 但是 还是一个非常开心 和快乐的过程 当然 但是当每次 大家看到跑男的时候 在微博上留言 每个人笑 所有人觉得跑男好玩 开心快乐 这些都一下子忘记了 谁觉得 你不说我也不知道 陈儿还受过那么多伤 很多 很多记者每次去采访说 你们老去录节目录节目 我说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把它当成一档节目在录 我说我每次回去就像回家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七个人就像一家人 真的就像家人 对于咱们这样的人来讲 每天天南海北到处走 但你能坚持一项工作做四年 我觉得也是真的蛮有 这个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 谢谢跑男家族带给我们的快乐 他们是在一起四年 我们几个娜娜 贾玲 小元 我们几个在一起三个月 三个月 我就觉得已经烦得不行不行的了 这就是一种特别好的氛围 是